如果问起丧尸片的开山鼻祖是哪一部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提起火死人黎明 火死人系列电影开启了丧尸片的新篇章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扎倒04年的同名翻拍 故事发生在市中心医院 女主安娜是这里的一名护士 医院接收到一名被咬伤的病人 医生却直接将她安排到重症监护士 安娜也被迫加了几个小时班 忙碌了好一阵子终于下班回家 林家小女孩跑过来炫耀自己的轮滑技术 还没抱娃的安娜很是喜欢小孩 赶紧停下车回家和老公忙活去了 次日一早 夫妻俩刚睡醒 却看到卧室门外有一个身影 定睛一看原来是昨晚的小女孩 但她似乎受了很重的伤 男人着急地查看小女孩伤势 不料下一秒 安娜健壮赶紧一把将小女孩扔到一边 但小女孩此时已经彻底疯狂 直接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朝着安娜冲来 安娜赶紧将房门关闭 此时丈夫已经倒在床上奄奄一息 她掏出手机想拨打120 没想到身后的丈夫竟然原地站起 安娜彻底猛逼了 丈夫看了看安娜之后 静直直地朝着她冲来 好在安娜主角光环 一个翻身躲过攻击钻进卫生间 甚至还顺手拿走了车钥匙 安娜被这突发的情况吓坏了 强行让自己镇定 走到门口偷听外面的声音 没成想丈夫直接致敬闪灵 安娜想夺窗而出 却被丈夫抓住小腿 她用力一登成功借力逃离 显然丈夫和这个家都不能要了 安娜想开车逃跑 没想到邻居看到满身是血的安娜 还以为她已经变成丧尸 直接拔枪 而周围的尸体和混乱 更是让她惊魂未定 这时丈夫从屋里追出 看见安娜上去就要啃 安娜赶紧上车一脚地板油逃离此地 整个社区已经彻底陷入混乱 到处都是变异的丧尸 不停地撕咬着路上的人群 安娜疲劳驾驶了一会 刚停下准备休息 突然一个大老粗将车门拉开 想抢走她的汽车 安娜见状直接不惯着她 一脚地板油带着大老粗一起走 接着一个正踹将她踢飞 但车辆已失控撞坏 忽然一头钻进树林中 好在车子的安全气囊质量不错 安娜只受了点轻伤 可她刚从车里爬出去 迎面就被一把喷子抵住脑门 又出现一个大老粗警察 好在警察确认安娜没有变成丧尸 便带着她一起行动 随后两人来到一个桥洞 队伍扩张到五个人 几人决定开始主线任务 前往购物中心暂时休整 然而众人刚到门口 几只丧尸正好在路边散步 发现人类立马张牙舞爪地冲来 小黑赶紧开枪奈何枪法 不佳 危急时刻警察叫门所一枪崩飞 几人有惊无险进入商场内部 商场里非常安静 似乎并没有陷入丧尸危机 为了确保商场安全 众人分开行动 小帅和小黑检察所有出入口是否紧闭 警察则留在原地守护女人 小帅刚走进一家店铺就看到一滩血迹 赶紧拿起武器警惕地看着周围 突然旁边出现一只丧尸将他撞倒 大厅里几人听到声响 赶紧举起枪警戒 却没注意到一旁的危险 丧尸直接冲着孕妇咬去 警察不敢贸然开枪 只能用枪托重击丧尸 丧尸被吸引将他推进水池中 危急时刻安娜捡起枪将丧尸解决 另一边 小帅也一棍子贯穿了丧尸的头 商场底层肯定是不安全了 会合以后众人快速乘坐电梯前往上层 三人原来是商场的保安 他们对于几人的到来非常慌张 警告几人离开 安娜祈求让他们进入休整 为首的西杰表示 如果想进入必须交出武器 没办法几人只能将武器给保安 西杰也按照约定放几人进入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 孕妇刚刚已经被丧尸咬了 但为了他们的孩子小黑并没有告诉众人 这是电视上正在播报丧尸的最新消息 丧尸已经遍布全国 只要被咬或者被抓伤都会变成丧尸 打头才能杀死这些行尸走肉 但保险起见 用火焚烧才是最彻底的方法 为了安心休息 几人组队将商场里的丧尸全部解决 并在楼顶留下巨大的求救信号 如果有救援队路过可以发现他们 然而丧尸越来越多 开始朝着商场汇聚 突然对面楼传来一阵枪声 西杰定睛一看 原来是有一个幸存者在楼顶 楼下同样聚集了很多丧尸 他用板子写字告诉众人他叫巴迪 这栋楼只有他一个火人 但几人也无能为力没办法前去营救 突然巴迪指向天空 一架直升机出现在附近 却无视底下的人群直接飞走了 到了晚上 西杰将安娜几人关在一个房间 随后来到大厅查看最新消息 电视又播放保留节目 上面说地狱中的鬼满为患 所以活死人爬到地面上生吃活人 西杰看着电视陷入沉思 四日清晨 一个保安小弟被安娜蛊惑 打开门将几人放了出来 接着他继续查看监视器 忽然一辆卡车撞坏路标冲向商场 小帅几人赶紧来到楼上 让西杰把大门打开 放幸存者进来 西杰表示不可能 末日先杀圣母 但几人明显不懂这个道理 见机夺走西杰的枪 成功获得主导权 迅速来到楼下帮忙 经过一番苦战 成功接应所有人进入商场 其中一个肥婆受伤 没几分钟就嘎了 下一秒 众人被吓蒙了 丧尸瞄准一边的安娜冲去 安娜反应迅速抄起一根铁棍 将丧尸干掉 幸存者中的一个父亲也被咬伤 慢慢发生变异 好在他提前告诉了众人 在生命结束后被警察解决 接着众人度过了短暂的安逸生活 警察一直在跟对面大楼的人比赛打丧尸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来了 小黑妻子到了生孩子的日子 他偷偷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给妻子接生 虽然孩子成功降生 但一个老太太路过 看到了已经变成丧尸的孕妇 直接一枪解决了小黑的妻子 小黑健壮和老太对射 最终双双暴毙 其他人听到枪声匆忙赶来 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 小黑怀中抱着刚刚降生的婴儿 安娜掀她被子发现这竟然是个丧尸宝宝 直接掏枪将其处决 与此同时 警察带领西捷几人前往地下停车场 准备看看这里有没有能用的交通工具 突然一道黑影闪过 众人警惕地看着周围 结果只是一只小狗 几人放松警惕和小狗玩在一起 下一秒 又一人下线 声音引来更多的丧尸 几人赶紧逃到栅栏里面 四周围满了僵尸 但要渐渐打光 危急时刻小帅发现一边的加油枪 直接往丧尸身上浇汽油 一把火将丧尸烧死 回到大楼 所有幸存者商量何去何从 小帅说在地下车库发现两辆公交车 如果打算离开可以跟随自己 附近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可以去那里避难 所有人都决定离开 开玩笑警察挤人可是武力担当 如果没有他们剩下的人活不过两分半 他们打算把大巴改装成重型装甲车 警察来楼顶将这个消息告诉巴迪 想带着他一起离开 可巴迪却表示自己可能坚持不到那天了 因为食物几天前早已吃完 众人协商过后决定给他送去物资和对讲机 但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这时警察想起地下车库中的小狗 丧尸只吃活人对小狗并不感兴趣 画面一转 小狗被放到尸群中 丧尸果然直接忽视小动物 巴迪吹响口哨 就这样他轻松穿过丧尸来到对面楼底 巴迪给他开门 却没想到一个丧尸抓住了隔门 其他丧尸顺势进入楼内 接着传来几声枪响 小帅赶紧用对讲机呼叫巴迪 对方却告诉他自己被咬了 突然楼下传来车辆发动的声音 众人赶紧跑到楼边一看 原来是卷发妹为了救小狗 开着卡车前往刚刚的小入口 他进去以后就下小狗 却没有发现巴迪 警察看到巴迪已经来到了屋顶 用着沾满血的双手在白板上胡乱画着什么 看来他已经开始变异了 接着他又朝着楼下走去 现在卷发妹正躲在衣柜中 没办法众人只能前去救人 他们通过下水道来到对面楼下 打开一个井盖钻出来 可一个傻缺在最后发出了声音 丧尸一下被惊醒冲向众人 几人只能匆忙应对 好在卡车堵在门口 通过驾驶时他们成功进入大楼 没想到这里是一家武器店 正好可以拿走一些装备 这时大楼内部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他们进入查看 原来是彻底变成丧尸的巴迪 警察果断开枪将其送走 柜子中正是短发妹和小狗 但这时如何回到商场又成了新的难题 细节表示我有办法 只见他将一个煤气罐扔向丧尸 然后一枪将其打爆 成功炸出一片空白区域 众人赶紧钻入下水道 最后一个人为了掩护大家被丧尸围攻 无数丧尸一拥而下进入下水道 细节拉着受伤的队友快速撤离 但队友却将手枪递给细节 让他给自己一个痛快 剩下的人赶紧逃回商场 身后的丧尸紧追不舍 没办法 众人只能提前开始撤离计划 立刻朝着电梯跑去 丧尸攻来的最后一刻电梯门关上 众人来到车库坐上改装过后的大巴车 战车果然很带劲 直接撞开大门 但外面的丧尸还是太多 将战车包围寸步难行 如果继续被围住 战车也将被推翻 这时细节又掏出一个煤气罐扔向尸群 随着剧烈的爆炸尸群又被打开一个出口 战车趁机冲出迅速离开 警察发现车屁股后面挂着一个丧尸 老头拿出电锯准备将其解决 没想到下一秒战车来了个甩尾 电锯直接将金发妹切成两半 西杰看见另一辆战车迟迟没有跟上 立刻掉头回去接应 等到西杰感到发现只有警察一人存活 几人赶紧接上警察继续撤退 突然已经变成丧尸的同伴窜出 安娜果断一枪将其送走 但尸群也已经追来 剩余的几人见状赶紧上车继续赶路 在最后关头成功到达码头 战车被桥梁的断层卡住 众人赶紧下车往船上跑去 而尸群也已经突破防御 西杰让他们先走自己断后 很快丧尸就涌入车厢 真男人西杰用最后一颗子弹点燃炸药 爆炸成功为众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一个被咬伤的同伴选择留下 在他们离开后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这样仅剩的几人登上小岛 却发现这里也有着成群的丧尸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是1978年同名作品的翻拍 相比前作 04版的火死人黎明在技术上有显著的提升 导演运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特效技术 丧尸的形象相对更逼真 而且动作也更加流畅迅猛 从这之后 丧尸就不再是超自然力量 而是病毒感染导致的大规模变异 影片中丧尸围攻也是当时比较壮观的场景 丧尸聚集商场 像不像现实中盲目消费的你 末日先杀圣母这个概念虽然有些残忍 但在未知的情况下 不确定因素越多生存几率就越低 尊重他人命运 放弃助人情节 才能在末日环境下活下去 影片整体可以给中高分 不过原片就没必要看了 看看解说就行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